Hello大家好,我是Ken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新的游戏,通神榜 首先让大家来看一下官方的游戏影片 通神榜是一款快速战斗,生存ROG游戏 在海量技能中组合特色的神通来闯关 首先介绍四个重要的属性 阴魂、阳破、灵绝、彗星 听起来有点抽象 让我们先来看看官方对这些属性的描述 阳破,每次选择提高石血量上限 每四次选择提高一点防御 阳破和玩家的防御力及血量有关 想做最硬的硬汉 点满就完事了 阴魂,每次选择提升五点护盾上限 以及1%闪避率 阴魂,叠最后的甲,挨最毒的打 绝大部分角色都可以自动回复护盾 甲越后,新越安,更别说还能提高闪避率 灵绝,每次选择提升10%试取范围 以及2.5%移动速度 您的好友灵绝已上限 不但加腿长,还能加手长 让您足不出户,简便天下 彗星,每次选择提高1%暴击率 以及5%暴击伤害 彗星虽然名字听起来不是一套的 但彗星确实是四维里最直观的属性了 一剑三连,剑剑暴击 另外,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在四维属性底下 甚至其他例如暴击 移速底下也有,会出现一些小图标 代表了你现在拥有的技能盒,这个属性是挂钩的 比如,增加灵绝和阴魂都可以提升技能小黑球相关的伤害 所以,前期加好点,做好搭配,后期就会更强 大家在升级时,除了血量、护盾回复速度 短时间无敌等基础属性的提高 大家还有机会从四张卡片里选择一张进行特殊属性的提升 分别是阳破 阴魂 灵觉 彗星 物理冷却 法术冷却 召唤冷却 银两掉落率 膝前大法 九转盾甲 医学奇迹 护盾回复和金刚不换 如何组合神通呢? 既然游戏叫做《通神榜》,神通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玩法了 在购买和升级技能的时候,某些技能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额外的效果 如果是第一次进游戏,会发现自己的神通图鉴全是问号 玩家们可以根据神通的图标、名称和一些描述去猜测和搭配谁和谁能凑一对 举个例子 初始角色小虾米的第一个技能是左右射弹 升级的时候刷一刷,会逛到一个上下射弹 这俩看起来就是CP一对 那么我们点击组合一下 看,神通组合完成 已经凑成的神通会在玩家下一次筛选技能的时候出现提示 对局打不过怎么办?难度过不去 手残总是死 快去点天赋吧 在游戏首页的天赋栏里,有各种属性加成,甚至还有复活甲 能有效降低游戏难度,开通天赋,需要天赋点,可以在对局里获得 每一把游戏无论输赢,基本都有天赋点 坚持得更久,打死更多的怪物,获得的天赋点也更多 建议往左点,因为左边有两个复活甲,两个,多一条命,就多一次希望 如何解锁新角色? 玩家的初始人物是小虾米,剩下八个人物角色都是未解锁状态 其余角色解锁方式可在首页、成就、中查看 主要方式就是在对应难度中打败该角色boss 每个难度都有不同的boss池,角色boss出现概率不同 有可能打完一局出来,就解锁好几只呢? 解锁角色新皮肤 有些细心的会发现,角色名称底下有一个可爱的小头 像这其实是角色的另一套皮肤 出现在第一次使用该角色通关洪荒难度之后 新的皮肤不止更换利绘,还会有新的纸片小人形象 在游戏里的动态也会发生改变 甚至技能和属性都会加强哦! 今天就介绍到这了 之后,我会上传每个角色的不同流派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想看那个流派呢? 最后请大家,like,share和subscribe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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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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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一转发 الك带影片 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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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